有一个男人 他凭借着一己之力 让美国的十余之中概股 疯狂暴跌 又是仅凭着一己之力 让华尔街的六个大投行 暴亏100亿美金 又是凭借着他一己之力 让自己又亏了200个亿 更惊奇的是 这些所有的事情 只发生在短短的两天之内 这个男人真的是非常有本事了 真的可以说是凭着一己之力 做到了近代史上 亏钱最快的男人 堪称史诗级别 这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 粤语还不是 黄比尔 一个连金融圈的人 都没怎么听说过的基金经理 神不知鬼不觉 就把自己的资产 从2亿美金 做到了200亿美金 他要是再走远一点 世界首富 马上就要是他了 那时候大家可能 都还不知道他是谁呢 所以今天 咱就来聊聊这个黄比尔事件 剖析一下 他是如何在两天之内 就巨亏200亿美金 还把半条华尔街都拉下了水 这个视频 小林可是请教了 华尔街的内行同事们 你还不赶紧点赞 表示一下 首先和往常一样 咱们得给 贝欧黄比尔同学 起一个顺嘴的名字 咱就把它叫做 岳哥 岳哥呢 出生在韩国 1982年移民到了美国 UCLA的本科 卡内基梅隆的MBA 毕业之后 在证券公司 做了几年的销售 就慢慢展示出来了 他异于常人的投资天赋 于是就被当时 传奇对冲基金大佬 Julian Robertson 老罗判中了 招到了老罗自己的老虎基金 因为他在老虎基金的表现 确实非常的显眼 就被老罗相中 让他出去成立了一个自己的基金 叫做老虎亚洲投资基金 Tiger Asia Management 所以你看岳哥还是个狠角色 当然他也不负众望 成功的把亚洲老虎基金 做到了50亿美金的管理规模 但是岳哥他就不太老实 经常搞一些地下的操作 2012年的时候 就被证监会SEC 发现了内幕交易 然后就罚了4400万美金 同时解散了老虎亚洲基金 得一招回到解放前 他就被限制了 在2020年之前 不得管理任何的外部资金 但是对岳哥来说没关系 你不让我去吸引外部资金 老子自己有钱对吧 我自己投自己玩 我可以整一个family office 家族办公室 于是岳哥就拿出来 自己的2.2亿美金 成立了一个叫做 Archegos Capital Management 在接下来的13年的21年 这8年时间里边 岳哥就在线绝迹 凭借着他激进的投资策略 活生生地把他的2.2亿美金 变成了令人瞠目结舌的 200亿美金 看到这儿你是不是想问了 他到底是怎么投资的呢 你是不是也想 跻身百亿美金俱乐部 说岳哥的投资策略 其实也非常的简单 基本上就是继承了 老虎基金的一波 那就是基本面分析 选股票 就比如看看公司的业绩 财报 运营 当然还有一些小道消息 看好的公司我就买入 看不好的公司我就做空 他操作方式 基本上就孤注一掷的 就压那么几个公司 当然也会做一些对冲 最开始的时候 一方面月哥刚被SEC重罚 另一方面 他那2.2亿美金 也确实不是什么大数 所以华尔街的大投行 像高盛 摩根大通 都对他避而远之 也不怎么跟他做交易 也不给他借钱 这时候月哥就只能自己交易 杠杆也不能开得太大 所以不管是赚了还是赔了 对市场其实也都没多大影响 不过不得不说 月哥的选股能力 真的是让人佩服 你看2013年开始 他选的那些股票 亚马逊 脸书 Netflix 奈飞 大家来看看这个走势图 你就知道一年翻一翻 那根本就不叫事 而且月哥非常的能沉得住气 只要他看好的股票 我就一直持有就不卖 于是到2017年 短短的4年时间 他就把他的2.2亿美金 做到了40亿美金 你说这40亿美金 即使对华尔街来说 也不算是个小客户了 而且月哥整个的投资策略 风险也不是很大 所以他其实就是一个又有钱 然后又不太容易破产的客户 于是华尔街投行 就纷纷找上门来 都抢着把钱 借给这个投资界的新星月哥 正是有了华尔街投行的加持 所以月哥呢 他就得以利用一种金融衍生品 把自己的投资杠杆加到最大 利用这种金融衍生品 让自己卖入了10亿美金俱乐部 又是利用这种金融衍生品 让自己成为市场的大庄家 还无人知晓 当然还是因为这种金融衍生品 让他最后溃败的如此之惨烈 哎 听着是不是很玄乎呢 这种衍生品就叫做 Total Return Swap 总收益互换 简称TRS 那这个TRS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大家别被这名字唬住了 其实它原理非常简单 以苹果公司为例 假设我觉得苹果公司的股票要涨 如果我是个普通投资人呢 那我能做的就是买股票呗 比如说我手上要100万 那最多我就去买100万的苹果公司股票 假设苹果涨了20% 我就能赚20万 当然呢我还可以加一些杠杆 根据美国的法律规定呢 借的钱呢最多只能借50% 也就是说两倍杠杆 好那这时候如果我有100万 我就可以买200万的苹果股票 如果苹果涨了20% 我就赚40万 当然这里边会有一些借贷成本 不过都是毛毛鱼 我们就忽略不计 两倍杠杆对普通人来讲 可能已经不小了 但是对于越格 他对自己的分析是非常的自信 两倍的杠杆完全满足不了他的胃口 他要加杠杆 于是他就想到了使用这个衍生品 TRS 它本质上呢就是一个合同 也就是说我可以通过抵押物 让我获得更高的杠杆 比如说越格就找到了一个投行 高盛 哎老高啊 你看啊咱们俩可以签个合同 我想跟你打个赌 一年之后苹果的股票没涨1% 你就给我5万 那要是亏1%呢 我就给你5万 哎怎么样 这样一来呢 假设苹果还是像刚刚我们说的涨20% 那这时候越格的收益就是100万 当然如果苹果跌了20%呢 那他这100万就亏光了 相当于实现了5倍的杠杆 所以风险也是非常大 但是啊 这个事儿其实并没有那么简单 我们回过头来看高盛这段 高盛这么大风险 我凭什么陪你玩 华尔街追求的永远都是空手套白狼 我可不想让自己承担那么大的风险 我需要零风险 然后才赚取服务费 我们来看看高盛这个时候面临的风险 一是信用风险 二是市场风险 信用风险 就如果有一天越格他倒闭了 他不玩了怎么办 所以这时候不傻的高盛 他又得让越格来抵押点东西 当然虽然我们赌的是500万 你也不用一次给我那么多 你就先放100万过来 让我放心就行了 这样一来呢 一旦苹果假设跌到了20% 要么你越格再多放一些抵押物过来 要么我高盛就把你那钱变卖了 我就退出不玩了 这样高盛呢 他拿了抵押物 就对冲掉了他的信用风险 越格呢 也通过这个抵押物 就实现了更高的5倍杠杆 好 也就是股票价格波动所带来的风险 比如说一年之后 苹果真涨了20% 那我高盛就得给越格100万 那我不就亏了100万吗 这肯定是不行的 这个风险我得对冲掉 所以这时候高盛呢 他可以在市场里再转头 买进来500万的苹果股票 这样呢 一旦苹果涨了20% 我这边给越格100万 那边我股票赚了100万 一赚一赔就抵消了 所以不管苹果股票怎么波动 我高盛都是不亏不赚 好 这样啊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 我作为高盛都对冲掉了 但是你别忘了 我还得赚钱啊 对不对 我总得收点钱 从哪收呢 从越格那收 那高盛就跟越格说了 你想打这个赌可以 我可以陪你玩 但是我不能白玩 你就给我交点服务费吧 比如说5万美金 这下高盛就万无一失了 不管怎么着 不管怎么动 我都赚5万块钱的服务费 那反过来对越格来说呢 虽然我要交5万块钱的服务费 也确实不菲 但是呢 我可以成功地实现五倍杠杆 只要我的分析靠谱 那成为世界首富就指日可待了 而且啊 我跟你说 这个TRS对越格来讲 还有个隐性的福利 那就是他其实不用自己去买股票 大银隐于市 因为刚刚我们说那个例子里 这个股票是谁买的 是高盛买的 就是那些投行买的 即使越格成为了 数一数二的大庄稼 也是没有人知道这个事情 当然啊 正是因为TRS这个隐秘的属性 也给这些投行买了个大雷 这个我们一会儿再说 自从投行跟这个越格 敞开了大门之后 越格就先后 跟六家华尔街的投行 开始进行了TRS的操作 加高杠杆 重仓了一系列的 美国流媒体公司和中概股 比如说Viacon Discovery Farfetch 跟谁学 爱奇艺唯品会等等 虽然我们没有办法 确切的知道 越格跟这些投行 具体都做了多少TRS 但是我们能发现 从2020年的第二季度开始 这些大投行 就开始重仓越格砍好的股票 比如说2020年下半年 摩根士丹利 就买入了唯品会 4000万股的股票 据说这背后 就是越格的TRS 好家伙 这一下子 投行在越格身上赚的那是风生水起 仅仅2020年这一年 这些投行在越格身上 就赚了上亿美金的服务费 那越格这把更是赚的盆满钵满 2020年第四季度 到2021年的第一季度 越格重仓的股票一路飞涨 涨了超过40% 那就是几十亿美金 双方合作的斯班顺滑 然而这次 华尔街投行栽了个大跟头 他们不知道 越格其实是个渣男 你以为他只跟你好 但其实他前前后后跟六家投行 签订了合约 高盛 摩根士丹利 野村证券 瑞信 德意志银行 瑞银 脚踩六条船 正是因为刚刚我们说 TRS交易的隐秘性 所以这六家投行 彼此都不知道 自己面临着巨大的风险 到2021年3月 这六家投行 总计帮越格持有的仓位 达到了1000亿美金 这其中有一只股票 叫Viacom 光这一只股票 越格的仓位 就达到了100亿美金 很有可能是这个股票 真正的第一大股东 而这个Viacom 也很争气 在过去的三个月里边 整整翻了三倍 是越格整个投资组合里边的 第一大功臣 但我们知道 渣男的下场只有一个 众叛亲离 众矢之地 那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2021年3月22号 星期一 Viacom宣布再融资 30亿美金 于是星期二的时候 股票就跌了将近10% 你想越格 最开始我们说 通过跟各大投行的 TRS交易 五倍杠杆 持有了100亿美金的仓位 这时候 那些投行的客户经理 都劝越格说 咱们见好就收吧 赶紧停仓吧 但是越格拒绝了 就像我们一开始分析的那样 Viacom暴跌 越格就不得不再去增加 它的抵押物或者保证金 于是他只能靠 卖自己其他的股票 来补这个窟窿 但是市场完全不给你 喘息的机会 星期三 Viacom又跌了20% 这时候越格 他已经拿不出任何 其他的抵押物了 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 这时候越格和投行 双方面临的一个处境 对于越格来说 如果Viacom继续暴跌 那我没什么说的破产 如果Viacom涨回来 那我就跟个没事人一样 可是对于投行来说 因为我们说最开始 它已经对冲掉了市场风险 所以Viacom市场市跌 我根本就不care 但是月格一旦破产 我就是血亏 换句话说 如果Viacom继续暴跌 那我作为投行 就将蒙受巨额的损失 投行还是很理性的 这个事在现在这个时刻 对投行来讲 已经是个亏本买卖了 那我总不能指望这Viacom 就一定能涨回来 我把公司所有的前途 都压在这一个股票上的 所以对投行来讲 最佳策略就是 我立刻马上清仓止损 我不玩了 所以从投行决定了 他们要退出清仓那一刻开始 这就注定了 越格所有的股票仓位 都会被投行卖出 就注定了股票会暴跌 就注定越格玩完了 但是更大的问题就来了 这事这么一闹 这些投行才发现 好家伙你越格 原来脚踩六只船 那这意味着什么 一旦这个越格信用崩塌破产了 那每个投行手里 就会莫名其妙的 多出来几百亿股票的投存 那投行就会同时 不得不抛售这些股票 股价就会暴跌 一边跌一边卖 投行就会亏得血本无归 所以这个时候啊 已经不是投行跟越格之间的博弈了 都没越格什么事了 越格已经既定要完蛋了 这时候是投行和投行之间 这些精子们的博弈 好我们来分析一下 这时候六家投行之间 微妙的博弈关系 因为大家都得卖 如果这六家都能沉得住气 hold住慢慢卖 这样股价肯定也会下跌 不过整体来讲呢 对集体损失是最小 属于集体的最优选择 所以很自然的 这六家投行就在周四 紧急召开了一个秘密会议 想商讨一下怎么样能安静的 对市场影响最小的方式 把这些股票从手中拖出去 但是很显然他们谈疯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想在这种时刻 其实每个投行 它都面临着两种选择 要么我就hold住慢慢卖 要么我就疯狂抛售 迅速离场 你想如果其他投行 都选择hold住慢慢卖 这时候我也hold住的话 会有少量的损失 但是我如果能抢先一步 急速抛售 这样我的损失会更少 如果大家都疯狂抛售 这时候如果我hold住 那我就惨了 人家都抛完了 股价都暴跌 那我就真的血本无归了 但是如果我也急速抛售呢 那我肯定也是会亏不少 但至少不至于 倾家荡产 所以尽管对六家投行来说 集体的最优策略 使我大家都hold住慢慢卖 但是对于任何一个 投行的个体来说 不管别人怎么做 我的最优解 都是疯狂抛售 快速离场 你看是不是有点 囚徒困境的意思了 所以你想这种情况下 它怎么可能达成协议 结果可想而知 六家投行都不约而同了 选择集体最差的结果 就是疯狂抛售 于是在3月25号星期四下午 摩根士丹利就率先开始 偷偷折价 抛售了价值50亿美金的股票 卖给了一些 他们对冲基金的客户 在第二天开盘之前 高盛也卖出了 价值66亿美金的 百度腾讯音乐 唯品会的股票 开始之后又卖了 39亿美金的 Viacon Discovery Farfetch 爱奇艺 跟谁学等等 所以这时候 投行们就开始疯狂的 打电话来寻找 自己的接盘侠 他们比的就是 谁能卖的更快 于是就有了 我们看到在一天中 中概股 流媒体股票 莫名其妙 暴跌的情形 一周之内 Viacon下跌了53.4% Discovery下跌46.3% 百度20.8% 唯品会38.7% 腾讯音乐32.7% 岳哥自然是亏得 倾家荡产 200亿美金 灰飞烟灭 而投行们呢 据估计 野村证券 亏了20亿美金 瑞信成为了最大的数价 亏了整整47亿美金 而最先逃跑的高盛 和摩根士丹利呢 他们呢 基本上是小额亏损 全身而退 所以你看啊 故事往往并不是 我们表面看上去的 那么简单 这个事儿啊 看似只是有钱人 玩砸了爆仓的故事 但这背后呢 有监管的不到位 更有华尔街的各大投行 因为囚徒棍境 而面临激烈的明争暗斗 股票只有买和卖 股价只有涨和跌 但是在这看似 随机波动的价格背后 实则隐藏着 成千上万利益方的厮杀 这可能就是股市的变幻莫测 这个Archegos啊 在希腊里 在 定他们要退出 就是我现在清仓止损 所以呢 你就可以把它叫做 领入人 近代史上亏钱 最快的男人 就说最快的男人